五开玩家与单开玩家的大比拼 兄弟们这就是梦幻西游的平均水平吗 这位大哥就没有烦恼 梦幻西游就拿他没有办法 来看一下老板的五开 龙宫十三段简易永不磨损 为了极限的输出 宝石打的太阳石 一个龙宫打了十三段的宝石 太阳石就是为了刷任务 十三段太阳石没有人打PK 亮点不是不磨 是十三段 简易是285加7292 距离最极限的297 也就214除零 腰带的话简易永不磨损 没有特技没有分度 就是上十四段的黑宝石 没有别的 速度就是快 一个129级的五开龙宫 速度来到了693 全靠一个十三段的黑宝石 这鞋子的速度也是一个十三段 简易加永不磨损 全身乌孔简易不磨 他这个龙宫只看面板 其实是175的任务属性 因为175也不会用十三段的装备 衣服的话也是极限属性力膜 相当于极限魔力 肯定是这武器的话伤害 看一下啊 武器的话 原造型呢 是一个宝珠 十三 乘以个八 减去624 初伤520 高伤力膜 极限魔力 耳式 双法伤 一法爆 双 三法伤 一法爆 八段行为十的右边 九段行为十的左排 十三段 十三 刚开始上号的时候 以为马师傅是马宝国 后来才发现 是马云 马师傅您谦虚了 九技能耗赛精 进阶110 十技能大力金刚 这大力金刚就恶心 他就是个大力金刚 他攻击的时候 给人往后捶一下 施瓦特效特别慢 哦 卧槽 他初期 徐弥泰山 他不比龙油差 初期15% 龙油10% 但是初期的话 只能用一个大法 这个宝宝最厉害的是 素质高 有初期 泰山压顶 最关键的是个 这个造型 施法速度快 你每弄一个极品的宝宝 就弄一个垃圾的是吧 每弄一个自己不喜欢 但是好用的 就弄一个自己喜欢的造型 大力金刚和这个机关 这个机关兽 这个机关兽 你还没攻击 我就感觉这个宝宝攻击 速度特别慢 像僵尸似的 一个五开是个筒 得看短的最短的那个 鼓底洞应该 板子应该是最短吧 因为他喜欢拉车 双顾伤一伤害 双顾伤一伤害 右排的灵士三属性 时段的猫灵 武器伤害不高 腰带鞋子系统送的 敏捷32米 时段猫灵 加精青 来看看宝宝 宝宝8技能耗子 9技能狐步龟 这个是泰山压顶 接下来的三只宝宝 必须都得是出其无意的了 出其无意 别的法处 或者全都是泰山压顶 速度慢 这只宝宝的速度是457 龙宫的这只必须速度要快 因为他如果不是第一个出手的话 出其无意就发挥不了效果 463 441 457 和418 还有个440 会乱敏的 你这只宝宝没乱敏吗 还是乱不乱敏你根本不知道啊 进入战斗的速度是在95%和105%之间随机 也就是你的95%必须得比别人的105%高 你这只宝宝的速度是457 你想让他不乱敏 你另外的一只宝宝的速度要505 你再不就要打天赋 他们还说 虽然你的号很强 但是我还是可以找到可以提升的空间 让出其无意 不要乱敏 高敏 每只宝宝都有高敏 好了 第二个号看完了 咱看第三个号 第三个号是陈慕林 同样是法系 待遇还是有点差别的 没有了13段的简易有不磨损 带了点愤怒 全神的愤怒 只为放一个放下屠刀 琴琴三叠都没有嘛 反正一般认为不用琴琴三叠 之前你也不知道自己被封 等你被封下回都也能解了 不像 他有一只 水晶 罗汉 一个月能刷6000万 3000万 这么看 他们还得是175 175效率慢一点 但是金钱给的是双倍 Double 他这号一个月4000万 参与5个号 一个月2亿 出1150 一个月177 别别别别别别别 怕的 强制我进入战斗了 行吧 看老板这几个大苹果 这几个大苹果让我想起了 王宝强让我想起了范冰冰 刚才的五开号多少钱 第一组自己报价是100万 第二组自己报价是20万 第三组没报价 你说上号不能操作这个东西 是系统发现了什么吗 是有人 就是等战斗结果完了以后 直接还没 画面还没结束的时候 顶号能省11秒 会有人这么操作吗 细思极恐啊 战斗没结束 先用旗子能飞走 拖拖他们的锐气 有没有尊贵的单开玩家 没刷任务呢 我靠 要不是你在队伍里 我都信了 你这五开不比他们弱呀 这一排小耗子 你可真能盈利呀 手速真快 一边看直播还能一边扫吗 我看你赚的钱不比他们少 咱这耗子没高驱吧 对等一下 这小鬼没有驱鬼 129级 一个月赚5000万 最多的时候赚了7500 5个号2.5亿 2000来块钱 装备也是简易 十段长眉灵猴 法系套 极限高爽武器 12段宝石 这个五开也不一般 是个狠人 单开玩家 混沌兽 力量 感觉单开玩家 现在气势弱了 宝宝也看着 技能也不顺利了 也没有人家专业了 看到六技能连扇 突然感觉神佑技能 没有用了 吸血没有强力香了 下一位都触发老玩家 上号 啥都没有也得买锦衣 啥都没有也得买祥瑞 单开玩家的特性出来了 主要是漂亮就完了 哥哥 哥哥你花那么多钱买锦衣 给锦衣展色 花那么多钱买祥瑞 你不得给宝宝拍红书 拍了个蓝书 还是那个担法 还是个大堂官府 你可真是啊 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一个这样的装备 碰上了一个这样的门派 还有这样的宝宝 给你号下了 你叫心碎 也叫碎心 这个大堂花个钱 就是不一样 买把刀全是刀吧 下一位 喜欢看这种上别人的号点评吗 兄弟们 就是瞎玩瞎闹 也别生气 刚才那说的话呢 也不完全是假的 也有真的成分 109级5开的就是类品 等级低的奖励能高吗 这位大哥就没有烦恼 梦幻西游就拿他 没有办法 对吧 你出啥新资料片 跟我没有关系 你宝宝进不进阶 你跟我说不着 哥高兴就上号 哥不高兴 一个月就不上 就穿个80级的衣服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进队开始挂自动 队长不死 我就不下车 队长被枪劈了 队长都跑了 他都不带跑的 传说中的义气龙 还带个定心诀 我靠 牛了 还好你悬崖勒马 你只有两件定心诀 三件定心诀 你就跟刚才的大堂 差不多了 还有一只经典怀旧